1956年,从苏联移交的战犯们,已经在中国度过了整整六个年头。 这是远离战争的六年。 6月9日,接受审判的日子到来了。 战犯岛村三郎在回忆录《中国归来》的战犯中,记述了前往法庭时的绝望。 离开府顺战犯管理所,连像在监狱里认识的朋友们告别的话都没有说,也没有委托他人给家里烧信。 我们怀着寂寞和戏别的心情离去了,都认为这是永别。 82岁的李放老人,是参加对日本战犯审判的见证人之一。 至今,他仍保留着1956年出庭时所穿的制服。 1956年3月,这时候准备出庭公诉日本战法。 就是每个出庭的检察员都做一身灰色衣服。 所以我一直把这身衣服保存下来到今天。 今天已经49年了,到明年就八个世纪了。 1941年1月,至1942年3月, 被告人山井九尔朗认为三江省和地下刑事警察署长期间。 从1956年6月9日到7月20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, 在傅顺和太原的1062名日本战犯中, 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走上了法庭。 他们在沈阳和太原被分为四个案件逐一审理。 1956年的中国, 大型的法庭诉讼和审判程序还是一片空白。 这次审判是开天辟地的一次特殊审判。